在这么多年中 好多人有时候就会说 那你来吃糖吧 我都回身会发抖 然后说我就是因为一个糖被拐卖的 我不敢吃糖 其实全国各地志愿者不是也帮助了我吗 然后在同时呢 我也帮助了许多那个 有些家长接一些孩子回家了 我当时看到他们与家人团圆那个场面 我非常的开心 非常快乐 看着许多宝贝一个接一个都回家了 我相信下一个一定就是我 多年我从来就没有笑过 好多人就说那你拍张照你不能笑吗 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快乐 我说每天我在夜里我经常会做那个梦 一定听姐姐的话 当然今天我希望能找到你的家 找到你的父母 如果找不到 今天35岁吧 改变生活方式 找个老婆 生个儿女 然后他们会温暖你 你人生还有许多事没干呢 你天天在路上 你的这种执着可敬可爱 但是人走向极致的时候会爆炸的 你知道吧 所以听姐姐的话 那我希望今天你的执着有结果 来站起来 我也知道就是这么多努力 这么多志愿是在帮我 如果要是放弃了寻找家 不放弃 谁说你带着家一起寻找多好啊 你有了家踏踏实实的 那问题是我现在我 因为我现在我找不到家 我根本就没有心情去谈对象 如果我谈了对象 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根本就没有心在找家了 他一直走在寻家的路上 27年来 辗转全国30多个城市 所有人都不能理解 他为什么放弃自己的生活 一直如此执着地寻找家 但他脑海中清晰的被拐经历 曾经被人贴上的 买来孩子的标签 那种恐惧将他苦苦折磨 近30年 而只有在找家的路上 才能让他安心 在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和挫折后 他仍然没有想过放弃 因为他坚信 每前进一步 他就离家更近一步 他要走出缠绕他多年的噩梦 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30年来 他只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回家